第十二课 龙的传人 生词 传人 传人 名称 名称 时刻 时刻 浓厚 浓厚 描述 描述 央求 央求 崇拜 崇拜 图腾 图腾 象征 象征 难得 难得 跟随 跟随 或别 或别 踪迹 踪迹 亲眼 亲眼 安详 安详 助力 助力 宫殿 宫殿 婚礼 婚礼 新郎 新郎 礼服 礼服 飞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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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动 舞动 目不辖接 目不辖接 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 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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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呼 称呼 龙须面 龙须面 龙舟 龙舟 亲切 亲切 飞肃 飞肃 龙警察 龙警察 龙的传人 古老的东方 有一条龙 它的名字叫中国 我小的时候 父亲就教我唱过这首歌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龙这个名称 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 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父亲给我描述过 龙肠攀牛头 虾眼 鹰爪 蛇身 尸尾 记得当时 我还曾经 要求父亲带我去动物园 看这种神奇的动物 其实 世界上并没有龙 它是中国人崇拜的一种图腾 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跟随父亲回到他阔别已久的故乡 中国 去寻找龙的踪迹 那里几乎到处都刻着龙 画着龙 我亲眼看到了他 他安详地盘 卧在古老的墙壁上 他微风地 助力在宫殿 寺庙的屋顶上 在婚礼上 他飞腾在新郎的礼服上 节日里 一条条舞动的龙灯 更是让我目不暇接 我还亲耳听到了他 龙马精神是人们对我最诚挚的祝福 龙的传人是人们对我最美的称呼 在那里 我喝过龙警察 吃过龙须面 划过龙舟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那么亲切而新奇 今天 中国这条东方距龙正飞速地发展着 所有龙的传人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 我们俩的想法 我们俩的想法几乎一样 奶奶的头发几乎全白了 我们学校几乎每个人都认识小华 这件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对中国人来说 华佗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这道数学题 对我来说太难了 对它来说却很容易 中国古代 是一种娱乐性的传 武龙与武师 武师起源于中国古代 是一种娱乐性的传 统民间活动 两千余年来 武龙武师一直都很兴盛 并且随着华人的迁移 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 为当地人民所喜爱 可以说 世界上凡是华人较多的地方 就有武龙武师活动 近年来 这项活动已发展成 具有民族特色 充满吉祥喜庆色彩的体育竞赛项目 国际性的武龙武师比赛逐年增多 时刻 一刻 即刻 此刻 跟随 随着 随时 随你 飞腾 飞翔 飞行 飞舞 舞动 舞蹈 舞台 舞师 神经 神话 神气 神仙 安 安 洋人 智友 势力 假如 辖日 束缚 飞速 有意 头发 头发 農夫 浓厚 别的 另外 踪迹 崇拜 要求 救命 象徒 象征 象征 正在 浓厚的兴趣 安详 安详 安详的生活 难得的机会 神奇的动物 诚挚的祝福 亲切的朋友 描述语法 引起 引起 注意 崇拜 图腾 寻找 快乐 跟随 快乐 身份 象征 虽然我 要求了 他半天 但是他 还是 不答应 我从小 就对 画画 有浓厚的 兴趣 各个 角落 都找遍了 也不见 钥匙的 踪迹 不知道 该怎么 称呼他 师父 还是 大业呢 去 九寨 沟的 旅途中 到处 都是 美景 真是 目不暇 接 请你 描述 一下 那个人 长什么样 这件事 明明 是我 亲眼 看到的 怎么 会 进了图书馆 时刻都要保持安静 这是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你一定要把握住 在中国 红色象征吉祥和幸福 要不是你提醒我 我几乎忘带手机了 他两条腿一软 几乎摔倒了 他的汉语发音很好 几乎想不到是外国人 他以前没学过汉语 几乎一句话也不会说 爸爸听到这个消息 高兴的几乎跳了起来 对中国人来说 春节是最重要的节日 虽然 虽然穿这件衣服有点小 但对我来说很舒服 对小孩子来说 学汉语比较难 浓厚 我对汉语有浓厚的兴趣 请你描述一下 他长得怎么样 这个机会真难得 他们俩很亲切 我亲眼看到他在学校 一位教授让学生去城市的穷人 缺调查研究两百个男孩的生活 他要求每个学生 写一个关于孩子们生活和希望的报告 最后 学生们的报告几乎是一样的 对这些孩子来说 希望似乎是一个很渺茫的东西 或者说 他们的心中根本就没有希望 25年以后 另外一个教授又读到了这份报告 他决定 他决定让他的学生去找一找这些孩子 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学生们找到了其中180个人 而居然有176人已经成了有名的医生 教师和科学家等有所作为的人物 教授非常吃惊 决定再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些人都还住在附近 所以找到他们并不难 他问道 是什么让你们成功的 听说那位老师现在还健在 教授找到了他 并且问他 你是用什么方法把孩子们从穷人区带出来 带他们走向成功的 那位老师的眼睛里闪动着幸福 他微笑着说 很简单 我爱这些孩子 教授让学生们去穷人区 是为了研究他们的生活 文中渺茫一词的意思是没把握 很难预期 第二个教授为什么想做进一步的研究 他想知道这些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什么改变了那些孩子们的生活 老师的爱 下面拿一个说法不对 那些孩子们不想谈起他们的老师 从那一时刻起 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 其实 世界上并没有龙 在我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教我唱过这样一首歌 今天 中国这条巨龙正飞速发展着 所有龙的传人都为他骄傲自豪 龙马精神是人们对我最诚挚的祝福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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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